大家好,我是尹燕 好几天没有回到我们这个家了 但是我今天回来我发现 我彻底的要无语了 真的 我种在那个富南外面的 那个就是花 被人家,就泡菜坛里面种的 被人家整盆端走 连里面的花没有了 然后连盆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连我的那个泡菜坛都能看上 这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肯定会说 你们家不是安了监控吗 我们家确实有监控 但是我老公说 他那个监控没有办法录像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看到 是谁拿走的 他只能就是说实时的看 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现在看能看到 但是如果是错过了 他没有录像的这个功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现在我觉得 这些人胆子也真的太大了 不管是我有没有录像 我觉得这里安个摄像头 应该都能看到吧 我估计是老年人 走吧 我们先去看一下 给大家走近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见我那个 围栏上面的飘香藤 现在都还能看着 都还是绿绿的 你看长了好多的花苞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些花苞 这么漂亮的花苞 全部都是烟烟的吗 给大家看一下 我估计那个偷花的人 看 这里 全部都是剪掉的 这里盆空了 你看我们这里是公交车 车站嘛 好多人 你看扔的烟头 他可能是觉得 如果挨着挨着的 把这个飘香藤取下来 时间有点长 会被人家发现的 所以说就把上面的掐掉 直接底下的这个盆 棉盆给我带走 大家知道我这里还种了两棵 就是那个野山茶花 这边一棵 还有就是这边这一棵 你看 全部空盆了 这些人胆真的是太肥了都 我之前他们还建议我 种在家里面 我说这个花谁偷啊 我种的好好的就种在这里 还有坛子 应该不会有谁偷吧 结果真的是 我下次种一些大捕获 像这些你看自己掉在 掉在坛子里面的这个胭脂花 还有这些没有人偷 真的是奇葩得很 我觉得 我下次我把外面的坛全部种成这个 这个叫纸竹梅 我觉得这个种多了还蛮好看的 而且没有人愿意偷它 因为我们这边实在是太多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种在家里的飘香盆 你看 长得好好 开到花也很漂亮 我觉得飘香盆真的是特能开花的 那么好看的一棵 那棵是长得最好的 居然连盆给我带走了 看一下 我这里面随便牵插了几个植米粒 现在都还在开花 这个我牵插了之后都掐了几拨了 你看它还有这么多 看还有我种在屋檐下的这一棵飘香盆也是 看好漂亮 哎就可惜了那一棵呀 越开越可惜 一生有爱 何惧风飞伤 谁让它 无论方法 我去江山如何 问它想念如何